带您参观台北书展今年的主题馆 也就是法国馆 现场展出了十几位法国作家的手稿跟照片 呈现出近代法国文学发展的样貌 书展开展第一天 一大早就有不少专业人士挤进展场 占地100平方公尺的主题馆法国馆 更是吸引了不少爱书人的目光 但墙上大荧幕播放着著名的安息动画影展作品 来自法国国家图书馆的珍贵馆藏 更是琳琅满目 包括波特莱尔二之华的手稿 居里夫人的实验笔记 白了士亲手写的乐谱 还有巴尔扎克的原版书 都是第一次在台曝光 法国馆同时展出沙缸 西蒙波娃还有绝哈斯等十多位作家的写真 而曾经五度来台湾的绘本画家 尼可隆白更是把他在台湾的所见所闻 画成绘本 台湾的妈祖 雾峰林家花园 庙口的布袋戏 甚至是渔门的舞蹈 都成了他书中的主角 尼可的绘本目前已经在法国出版 成为宣传台湾的最佳书籍 法国已经是第三度担任台北书展的主皮国 馆内展出2500本法文书籍 包括成立百年的出版社 以特殊的圣经纸印刷的精美丛书 以及一系列介绍法国古迹遗产的书籍 让今年的书展 呈现着一股浓浓的法文西风情 记者孙杨庄志成台北报道